我发现很多人出的一个话题 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叫失恋 就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过去曾经有一个观点 我说你不要小看离婚 离婚是对国际民生影响很大的一件事 它耗费了多少资源 你想想这件事 那现在咱们就讲这个失恋 对吧 我才发现 也影响国际民生 影响一代青少年的心灵 你不知道失恋的这种痛苦 不可小看 说的你们好像都没试过恋似的 方正你先说是吧 你失恋不痛苦吗 我还行 我上次失恋 就是说对方一直冷暴力 冷暴力了之后 找了一个朋友来转告我 说谁谁谁跟你们说 跟你想告诉你说 不要继续交往了 我说行 但是左思右想 还是心里不解气 所以我就说我写上访信 就是给他上访 后来又当面去上访 然后直到我问到最终的原因 这个心里的事都才落下 就这个东西确实是 可能我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 我就很纠结 到底是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完全做不了别的事 想不了别的事 李老师 你这个预防青少年犯罪 有没有青少年 肯定有 没有处理好分手问题 而走向犯罪的 那太重了 我觉得就刚才方舟说的 其实人人都有过失恋的经历 就是只不过这个东西在当时 就是你处在当中的时候 你会觉得特别痛苦 甚至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当你回过头来会看的话 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一个 很可爱的时期 对吧 我觉得失恋实际上是人生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你看刚才咱们不是聊李敖吗 这个李敖自己在文章中 也曾经坦承过 你像他这么一个强悍的人 他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一个好像是罗姓女友吧 还是他的女朋友的失去 吃安眠药 我看那个考证的就是说 他到底是吃了一次 还是吃过三次 但甭管怎么说 有人就心里分析了 就是说往往有的人 在这个年轻的时候 如果经受过这种 这种程度的这种失恋 有的时候会影响 他对女性的看法 和今后恋爱的模式 您说这个有道理吗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次的 就是说可能在初期恋爱 特别容易失恋 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说一个孩子 长大的过程 小的时候有个玩具特想得到 得到以后怕别人抢走 所以当他在成长到一定岁数了 看上一个人 这个人在他心里当中 就是最喜爱的那个玩具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一定要想得到 可是他并不了解对方 所以很多人的初恋 往往都是不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失恋 是一个成熟的过程 当你明白了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你不能够 你去左右他 你只能表达你的爱意 至于对方接不接受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觉得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成熟了 可是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反而出现了仇恨 就是他失败以后 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所以我认为很多 就是这个失恋过程当中 出现一些放不下的人 往往是属于自己 没有很好的成熟起来 那怎么预防 怎么防呢 我就防点早 就是说这个过程 这有两个问题 其实就是说 人的心理的健康问题 就是一个就是你有朋友 就是当有朋友的时候 这种情况 可能朋友会给你 一两句话就能把你带出来 对吧 我觉得这个恋爱这东西吧 就是刚开始都 我感觉一两句话可带不出来 是吗 你真的就是 我很奇怪 你们对失恋这个问题 好像觉得都请轻描淡写的 我据我自己的体会 我觉得就是 我说的失恋 不是说像李老师讲 成熟之后 对这个事情 有一个客观的看法了 你比如说 我就记得我这个 就是算初恋吧 大学说初恋 当时我自己 都被我自己吓到了 过不去 真的过不去 就是过 你知道这个过不去 就使得我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你们觉得像是个疯子 是个疯子 就是说 我记得不是走路吗 对 我呀 自虐吗 自虐 就是说 我都带着80块钱 我都带着80块钱 成了旅友 你们就是放寒假 大学放寒假的时候 我就自己走 我开始不知道我走的方向 我说我要到厄西 这个恩师 土家族 苗族 自治州 是不是走了走就忘了 没有啊 他说武汉出房 其实最后都变成一种自虐 就是说 我要从那走 我真是走在山山水水间 就住在那个土家族的农民的房子里 在那过的春节 那年的春晚费翔唱的那个 鬼来吧 鬼来哟 网基天 压低 就那个故乡的云 那是为你唱的 我觉得走在路上 听得我热泪盈眶 然后后来我就走 最后走到湖南 走到当时还没开发的那个张家界 最后又走到凤凰 走到沈从文的故居 最后又走到怀化 后来我发现啊 你成了当年的盲流大军那一部分 对了 没有 他这是最好的一种失恋方式了 真的 就他走出去了 对 他要在屋里头 对 他要在屋里头喝闷酒 那他就真的毁了 但是这个终点 我最后才意识到的 我是走回 从湖南走到长沙 因为当时我那个女朋友 家在长沙 对 实际冥冥之中是 潜意识 潜意识的是要去 还要去找他 还要去找他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这事还不算完 就是这算一个寒假 然后一开学 当时武汉大学校长是刘道玉 这学生们对他都非常好 好的印象 就刘道玉校长的这种开通的这种教育方式 就是比如说 学生上课可以不点名 老师不点名 靠学分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很多同学啊 就是长达几个月就不在学校 在外面实习 我就记得就是一开学 我又见到这个女同学了 看她一眼 我都不能看 不能看 然后得我又走了 这次怎么着呢 到那个武汉码头 坐着船 我平生第一次上庐山 登黄山 就是一个人 就是为了排遣这个 就走上了庐山 然后我就记得就穿着一身衣服啊 然后那个庐山上的大雨 把我淋得浑身透湿 最后我回来走到九江 走到那个九江那个路上 太阳照在我身上 街上的人都看我 说这是个烟筒啊 就蒸发的 冒着白烟 我为什么 李老师我说 我被我自己吓到了 就是说 我才知道啊 就是说 你爱的一个女孩子 如果你失去了 在我身上会有这么大的 这个疯狂的力量 我认为对我是有影响的 你在走的过程当中 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你是在嚼这个苦涩呢 还是在回味呢 还是希望这个让他知道 感动他 您说的特别好 兼而有之 我记得我这个经历了这一趟苦 问题最后他知道了 他不知道 就是最后经历了这一趟苦旅之后 然后我又回到武汉大学 然后我久久的站在那个女生宿舍的窗前 看着那那个台灯 我回来了 直到那个台灯熄灭 自个回忆睡了 你就是过不去啊 就是过不去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 因此我看看很多这个年轻人讲的这个 我都觉得这个是比事业还大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那段时间 有的人要半年 有的人是三个月 您说而且有的人就自杀了 对 就是过不去 那你没这种经历吗 有啊 有啊 怎么会没有呢 但是没你这么严重 我刚才对不起 我一边听一边忍不住笑 我在想 这个最后让那个女孩知道 我想她未必会很感动 她说哎呀 还好离开得早 这是个疯子 但是我觉得有的自杀的 其实还有一层原因 就不只是因为过不去 有的时候你其实是希望你的死去惩罚对方 就我之前有过一次 就是说也是我打电话跟对方谈分手 然后打了七个小时的电话 就真的是七个 是她就要跟你 我跟她分手 她就说 她就说说 我现在在我们家阳台上 我就酒瓶子也掉下去 我看酒瓶子摔得粉碎 我就想我自己啊 她没说完 那我就说 你要死了 我赔你一条命 但是我不会 不要重新跟你在一起 她是 因为我觉得她好像是希望 用她的死来去 威胁 感动你 或者说她希望留下 在我生命里面 留下某种印记等等 然后最后她就说 这样吧 我们数一二 三二一 然后挂了电话之后 就完全拉黑 不联系对方 我说行 然后过了三二一 然后真的挂了 对方打电话来说 哎 刚刚你是这个 没有信号来 你挂了 然后我就很怂 我说没信号了 没信号了 然后就又聊了很长时间 但是我就说 我觉得我甩别人 就伤害别人的这个 对自己的伤害 其实不亚于被伤害的这一方 就因为你失恋 不是 我觉得你去跟人提分手 你本质上是对一个 手无寸铁的人开枪 就那个 没有人去想过 就甩人这个体验 给人带来的心理伤害 我觉得其实也挺大的 就是不仅是被甩的一方 感觉到被伤害 甩人的一方 那个伤害反弹回来 其实也很恐怖 你甩人多还是被甩多 我甩人多 对 我甩人多 这么可爱 肯定很多人喜欢 就是其实就是说 人生啊 有很多情绪上的坎 它过不去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你们搞文学的 更有那种 就是多情的这个天性 我因为可能学哲学的 所以 您就没学过小学的 我没有 我就只是爱恋过一个人 但是没成 就是我自己主动退出了 因为我在这里非常理性 就是我一对比吧 我觉得可能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这个问题上 我特理性 我觉得我一定要找 跟我差不多的背景的人 我不能找一个比我高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选择 当然我也有一次 甩人甩人 现在就刚听你在讲 我就想有一次 我也是挺狠的 可能给人家造成的伤害挺大 但我就觉得 如果这事不行 从此您就走上来 马上就断掉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 你刚才那方式 已经是非常好的方式了 就是他在这个行走过程当中 第一 你有一个就是神经系统的传导出去了 就是你在 生理上 对 你一直在走 所以你的情绪呢 实际上已经帮你宣泄出很多了 然后第二呢 其实我们说有点作 就是 对吧 你在这个作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还是在 在品味这一段情感 然后呢 希望让他知道 可是关键就是 你为什么没有想办法 去让他知道 这可能那时候通讯 不像现在这么 就是现在定位 就知道在哪了 然后你告诉我 我为了你 我走多远 对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 一般女性是一个特点 就是说她一旦觉得 这事不成的话 她一般轻易不会那个 她就觉得你做的越多 你就是属于想 就算纠缠 对 越可怕 她越怕 没错 没错 我就记得当时我那个女友 还跟我语重心长的 讲了一个哲学的点 不是 道理 我说 如果你的手里抓着一只鸟 是吧 那么你呢 应该放手让它飞 它飞了之后呢 还有可能飞回来 但是如果你一直这么攥着它 它就死了 这不还是让我放手吗 对吗 就是 因为我为什么觉得 这是个关系到国际民生的 一个大问题 就是你别看咱大家说起来 很可笑 你比如说 我有时候看到很多失恋的人的 这个感触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好同情 就是因为我自己有过那种经历 你知道它有的时候是什么 有一个法国的作曲家 叫什么萨蒂 这个一个怪节 这个萨蒂你知道吗 它有一个曲子叫烦恼 这个钢琴曲 这个钢琴曲呢 演奏起来呢就一分钟 但是呢 这个作曲家呢 在这个五线谱下面附注了 演奏八百四十遍 是的 就是好 没人说 有人还真的就给他演奏了 据说演奏下来是在什么 三小时四十 四十分钟左右 甚至还有人说 演奏到三百多遍的时候 好像听见了某种赞美诗的旋律 反正五迷三道的 它其实呢 就是这个东西因失恋而做 它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叫做冰凉的孤单 那种感觉 我也有过 就是说到第二天早上 最心酸的是那个时候 就是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 那个时候还以为没失恋 会有那么几分钟 你知道吗 还以为他还在 然后马上要知道在 那种叫冰凉的那个孤单啊 就是很多人要很长时间 而且很多人就是活不下去了 这就是初恋 就是青春期 只有一次是吗 你第二次就不可能这样了 我就觉得这种力量 非常可怕的是 它为什么说 对接下来会对人有影响呢 我从那儿起 我就觉得是不是心里有了一个防卫机制 就是说啊 我永远也不能把我的快乐 寄托在另一个人的合作上 我想这个从此之后啊 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信条 所以我可以一个人待着 就是但是也有人说你很可悲 我有一个朋友讲 你很可悲 就是你再也不能投入的 说呀没了你又活不了了 你不会再投入了 这就是您说 这是不是对人的影响 就是你刚才说的时候 我就在就是我身边也遇到过 真实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这个学生呢 入学的时候 我们都做过心理的测量 就是当时用的一个量表 这个孩子呢 当时心理健康分特别高 也就是说如果是21是标准的话 他可能达到256了 所以呢 这个我们当时这个有一个记录 但是并不是因为测量 对这学生关注没有 然后他就正常上学 最后这孩子因为表现优秀 给留校然后当这个班主任 就是辅导员吧 结果后来呢 他就爱上他的一个学生 然后呢这个 可能相处了几年吧 因为他管这个班嘛 然后等这孩子毕业以后 这孩子就是因为家很远 爸爸觉得这个 这么个女儿不放心 回来吧 他就走了 这个男孩就像你的话 他想不开 想不开最后呢 就是找到这女孩 说咱俩再见一面 最后把女孩叫到宾馆 给人家喝了拿醉剂以后 杀了 杀完以后呢 这个事发生以后 后来我当时就讲 我说这孩子一定没听过我的课 就是我后来在 在讲我的课当中有一讲 我们专门就谈这个 报复类的犯罪 报复类犯罪呢 就是其中这个最重要的动机 就跟情感有关 所以过去古人有一句话 叫十件人命九件尖嘛 就是说和情感这方面的关系 引发的这种凶杀特别多 然后这报复呢有几种 有女方的失恋报复 有男方失恋报复 然后还有这种夫妻之间的 第三者介入的报复 所以在这个 尤其在失恋报复当中 特别多见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我说其实吧 人这一生啊 你这个 你是缘分 遇到不同的人 所以呢你在这个 当你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有一句话 上次谈到过 就是恋爱爱 爱的是一类人 结婚是一个人 就是你说我爱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谈出你的标准来 这个比如说我希望他漂亮一些 温柔一些 然后皮肤白呀 你可以说 说上多少种 这世界上符合你这条件的 绝对不是一个 对是一类人 对啊 要条件嘛 所以我跟学生们讲 就是说 包括我在谈那个 给我的孩子做那个早期 他青春期的时候 这个谈恋爱我都讲过 我说恋爱吧 有的时候你是一种感受 但这种感受不一定是真实 然后呢这个我说 比如说你去买衣服 进商店 你可能看这件特喜欢 就转样了 再走几个角呢 你又看到另外一件 这时候两个让你选择的话 你可能觉得第二件 可能比第一件更好 我用这个比喻来带它 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要着急 然后呢 你就慢慢的去 再去品味 其实社会当中呢 有很多很优秀的人 或者说符合你那条件的人 所以我说人家好多男人 结了婚 想离婚都离不成 你还没结婚 干嘛一刻书上雕塑 这个假的 这是用理性的声音 来来来 文道 你对于这个熬过失恋的痛苦 有什么经验吗 我太多了 太无奇了 他一看就很无奇 怎么会呢 一看就很无奇 我总觉得我每次爱的人 都非常类型不一样 而且思念之后呢 我发现每次 我都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为自己带来很多正面的事情 是很好的一个经验 比如说有时候思念之后 会让我忽然学懂一些 我以前没有过的技能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以前 就学过一段音乐嘛 就是因为跟思念有关 那么也是当做一种宣泄啊 比如说你去走路 我去拉琴啊 对不对 然后又或者说 那么越拉就像拉在心上 对 但是拉着拉着没事了 他也就不拉 没心没肺的 然后呢 跟着呢 又比如说 后来长大一点 就尝试写作 就每次失恋完 就写一些东西 或者发表 或者不发表 但写着写着呢 很愉快 为什么呢 我写作的习惯 就写着写着 就会去思考问题 因为我写作不是 纯一般的散文嘛 我总是在研究一些问题嘛 发现一些事 非常典型的升华 对 然后我就透过很多的 半哲学式的一些的推理 或怎么样 就觉得世界上所有问题 都是可以解决的 他这个层次高 我认为失恋 对我最大的好处 就是减肥 所以我也是说 人要务实一点 就是善用这个 这个 就是东方 就是说不亮西方亮 就失恋的那种绝大痛苦中 我发现对我的好处就是 减肥了 瘦的 因为茶饭不撕 但是呢 你要维持住这个结果 实际我的问题是说 并不是真的 咱们讲这个失恋 我是说啊 我觉得今天云云众生啊 情绪的苦恼 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都 我们都不说 但是并不等于 你难道没有在暗夜 隐气过吗 从来没有 你这个没心没肺 原来你才是没心没肺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 我分手都分得挺健康的 你没有被抛弃过吗 被抛弃过 但是我不说 我就找对方聊 我说我们坐下来聊聊 都说为什么呀 然后 为什么你要抛弃我 对为什么你抛弃 我们聊聊这个事 然后他就说 他觉得他没有准备好 就是说 走到更长远 比如说走到婚姻啊什么 因为他跟他一样 就磨结作 他会想的很多 他觉得他没做好这打算 他觉得也不要耽误我 我说哇 那你还真的是一个好人 我是很真诚的 然后你就自我宽宽为了 对 然后 他也是为了我好 那行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所以我觉得分得很健康 你真是知道好歹 你 真好 真摩羯座之友 我觉得就是说 这种我觉得分得很健康 和我后来回想 我之前每段感情 都分得很健康 因为他都是说 不是两个人闹到不可开交 而是两个人都提前预见到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而且很大几率可能会发生 两个人就商量 那确实是走不下去了 不痛苦吗 不痛苦吗 痛苦怎么熬过去 别人可能痛苦 你不痛苦吗 我不痛苦 这是心里极其健康的 我不太痛苦 还是有极有问题呢 其实我刚刚你们在探到这个话题 我就在想 你就怎么去理解恋爱 这到底什么叫恋爱 什么叫呢 这个恋这个字 在那个情感当中 是一对一的情感 这个一对一的情感呢 其实爱是非常多的 但是恋呢 是非常少的 换句话讲 生活当中 真正的恋能成功的不多 也就是说 就像假如说 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就这一个人 我心里永远有他一个地方 不一定成婚姻 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恋呢 是可以不成婚姻的 但是呢 就是心里喜欢你 然后呢 看着你快乐 我就特别快乐 然后还有一种呢 我们我觉得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 实际上是交朋友 就是算一种 一种 也算一种情感 但我认为够不上恋 所以有些人 他才会跟你分手 马上跟别人好了 真正要恋的话 就是你那刚才有点恋 就真的是恋的感觉了 就是很受伤的感觉了 所以我是觉得 要是如果我们 稍微有点 那个方面的知识的话 就最开始都不要 往恋字上走 就先往这个 就交朋友 交朋友呢 就是说 咱俩不是那个关系 咱俩就是一个朋友关系 买卖不成仁一再 对 就是朋友关系 最后这个朋友关系 到底什么程度呢 就两个人在一块相处 特别舒服 就是说 我并不是为了跟你要练 但是我就觉得 跟你在一块舒服就舒服 不舒服就分手 但是我们就是好朋友 我觉得这种的情感 就是比较成熟 因为它确实有一个 配不配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 我们很多年轻人 他就觉得 这就是一个爱 我自己爱 结果他不知道 爱其实是一种付出 而且是一种包容 很多人的爱 就是我要得到 所以我觉得 我女性去理解 男性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看到珠宝 有时候看到一个东西吧 就特别想拥有 但是拥有 你又实际上没用 可是你就想得到它 越得不到越想它 真买回来就无所谓了 还有就是 你很在乎 很珍惜的东西 你失去了 对 这失去的痛苦怎么 那就再来一个呗 你再买一个不就完了吗 你比如说 我这个养的小狗 第一条狗 当时我带着 就非常喜欢 结果被车给撞了 撞了我当时一天 不敢见人 就是一张嘴 就电话一接都要哭 我从来不哭的一个人 最后我女儿 特别能理解我 她第二天就领着 我到外面去买了一条 回来 回来以后 这条一抱到心里 马上就特喜欢了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种 就是你可以用一种方法 来让自己解除这个痛苦 那你一般分手之后 还能跟对方做朋友吗 不能 为什么呀 不能见就 就不能再见 为什么呀 怕哭 不好意思呢 还是说 就不能再见 那就不见 因为我不能揣着 明白装糊涂 就是我再见她 特别不自然 明白吗 就是明明我们有过这一切 但是咱们俩要装的 放这些金 看了什么书啊 就是 不是说不能做朋友 要装算的话 也可以交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我朋友很多 我不需要在这 自找别扭 交这么一个朋友啊 那我觉得文道老师 肯定是能继续做朋友的 可以啊 对 而且我觉得 主要问题是在于 你可能难的地方 在于你不太知道 这个正确的模式 跟比如说 大家交往的这个深度 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 往往是分手很多年之后 很多年之后再见 比较容易成为朋友 那当然了 那当然不太可能 比如说我们今天分手 明天是朋友啊 这个就这个就 难度比较 方舟可以 方舟可以 谈谈 咱们谈谈 咱们谈 有一个人通过自杀 开悟了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应该是真实的新闻 因为在网上说 有个村啊 叫大水村 这哥们很逗 他看上了一个 甚至家里呢 还都交了20万的彩礼 你知道吗 就都准备要成家了 结果女方呢 突然反悔了 就不跟他好了 不跟他好了 这哥们就很痛苦 很痛苦 他就说啊 我觉得真是网络一族啊 就是说我不但要自杀 我要用一种 什么样的方式自杀 我还要拍下来 直播 放到网上 外国真的有这样的 就对外国有这样的 有个小伙子 是土耳其的还是哪啊 就你们以为我是假的吗 你们以为我是假的 砰一枪就 真的就自杀 这哥们也是 就是说 我把我自个儿给煮了 明白吗 这个真是绝 然后呢 那天就出去 弄那个农村那种大铁锅 底下那个 放那个柴火 然后呢 脱了光榜子 他躺到这个锅里 就躺到锅里 这个火就烧 但是呢 他第一开始感觉的呢 是舒服 就是说因为是初春 出春呢 非常冷啊 这刚煮的时候 还挺舒服 挺舒服 结果呢 那个因为太冷了 而且我最后分析啊 是农村那种大铁锅呀 倒热 外边太冷了 还就是刚刚开春 刚出春 底下的柴火 大约不够 他在里边躺了 俩钟头 就一直 煮不熟 没有人往里续柴火 越躺越绝 这舒服啊 不想出来了 那个温度啊 刚好我估计 类似于日本那种 温泉 雪地上 对对对 温泉的那种温度 桑拿的感觉 对对对 就躺着 最后出来了 没事了 把消息发到网上 你看 这还挺舒服 我为什么说不是假的 这个照片 你可以 我给你看 你看 就这哥们你看 他在自己煮 自己煮成这样 笑的你看 对对 很快乐 给他煮热了 你说这个吧 我脑子先想到 就是他怎么会想到 这方法 自杀 我觉得他一定 他一定给猪杀完 又退毛 是不是用过这方法 真奇特 他都想到这个方法 我从没听过 这种自杀方法 把自己给煮了 不是 他有些人 他希望那个 网上引起关注 有表演心在 有表演心 结果外面煮了半天 还挺舒服 还挺舒服 所以 他就不痛苦了 结束之后 他自己一乐 没准这就是一个 就桑拿完了 爽了 所以还是 李老师讲的升华 升华是 这不叫升华吧 搞文学艺术 这好像不太是升华吧 但是坏事变好事 但是就是 你知道 咱们就说 说说笑笑 我自己因为 曾经处在那种 我觉得是像地狱一样的痛苦 就是你 本来你爱的人 就是失去了 就是这件事 为什么 所以我也特别感谢 有些帮我渡过这个的人 因为我看 咱们的政绩话题 很多年轻人 就是熬不过这个痛苦 所以我说 我分享我 我现在想起来 就是在我这个特别大痛苦的时候 直到今天都是 我的好朋友的一个 红颜知己 你听他当时 这个女性是有经历的人 你听他当时 跟我说话的这个语气 你就能够知道 这种情绪 它是个病理状况 失恋是一种病 这种病理状况 就是因为当时 你就觉得就不行了 这个真的是 什么叫追心之痛 追心 真的是心脏这个部位 觉得疼 就是真的疼 就是喘不过气了 刚刚这个消息出来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 红颜知己 然后我现在还记得 我非常感谢他 我现在还记得 他说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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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你不要着急 他说 我知道 那个 就说 我知道你现在特别的痛苦 他说 我们说什么 你都不能解除你的痛苦 他说 文涛 但是你一定要听我一句话 就是啊 时间 说这事就是熬时间 没有别的办法 他说 你就也许可一个月 也许两个月 也许三个月 他说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 总有一天 你再想起 今天这个事情来 就像他说的一样 你当笑话讲的 然后 然后他就天天陪我在聊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个多么伟大的女性 为什么他能说的那么贴心呢 因为他也刚刚失恋 他也失恋 我们俩就天天打电话 说这个事 但我觉得 其实现在 我觉得很多人度过不了 包括你当时也是因为 你又看到那女生 就又受了一轮刺激 我觉得现在因为社交网络 或者什么的关系 我们跟另外一个人 他的这个勾连就变得更紧了 就比如说 像我也有过说 都分手了之后 我还去查对方 每天去看对方的微博 去看对方的朋友圈 甚至去看对方听音乐的软件 看他最近又听了什么歌 在猜 他几点听了什么歌 猜他是不是在想我什么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 不断的受刺激 甚至有的时候控制不了 就你不断的去找刺激 去刺激自己 然后也是有一天看着 然后对方朋友这个已经结婚了 已经交新女朋友了 你看到新女朋友照片 然后那一刻你觉得 好 就结束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其实不断的会反复 用一些东西去刺激自己 你这个伤口是永远好不了的 刚好一点 你就自己拿个盐去撒 拿个火去烧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有关系 就现在我们彼此的生活 不是说分手了就见不到面了 我们社交网络是还互相关注着 我们各种东西都共用着 然后甚至是可能 共享一个iCloud你拍什么新照片 我都看到 是 避不开 对 这个刺激还是很持久的 我都看到了